我也要特別要提醒民眾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些 我剛剛提到過這一個通路整個的話 是有一定的規定的 所以你從網路上面去購買的藥品 很可能是假的 因為這個不管製造 或者是說輸入的這些藥廠的話 基本上它不能流出去 那這個部分也受到比較嚴格的一些管制 所以說你在網路上面買到是來路不明的藥 這個很可能是假的 吃了以後可能對身體健康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還是要呼籲民眾 不要輕易的在網路上去購買 這個來路不明的藥物